要说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孙丽邓超可谓是被大家推崇的其中一对,不仅在家庭中幸福美满,而且在事业上也是风生水起,一个稳居电视剧一节未知,一个在娱乐圈和电影圈混得风生水起,而且在娱乐圈中也是人脉甚广。 邓超1979年出生于江西,中国内地男演员,199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,毕业后主演情景喜剧《欢乐青春踏入娱乐圈》,之后在《少年天子》中誓言顺治皇帝被观众熟知。 而当年这部剧,邓超和浩磊也因此结缘必相爱,虽然邓超在演艺圈的资历远兴于浩磊,但深爱邓超的浩磊却毫不计较并全无保留地沉浸在这段姐弟恋之中。 但两人当时因为还年轻,并且拍戏工作劳碌至少虑多,因而也没继续走下去,浩磊也曾表示,和邓超的那一段感情算是这辈子最惊心动魄的爱情。 后来邓超遇到了现在的娘娘孙丽,有了上一段情的告诫,邓超也是很珍惜她和孙丽的感情,并且一起步入了幸福的殿堂,暗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女。 而浩磊在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,也遇到了对的人,嫁给了一个圈外人,婚后的两人非常甜蜜幸福,暗生下了双胞胎。 现在39岁的浩磊身材却没有走样,人也越来越来越有女人味,双胞胎儿子也是继承了父母的颜值,明亮的眼睛,肉肉的小脸,很是可爱,希望浩磊能够一直幸福下去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